人生沉沉沉沉沉,尋找你和我的故事 可能一直在找着的,就在回忆之中 那些年,这某近又那么远就见到飞机升降的启德机场 变成今天的启程村 又会不会令你消失的记忆再次浮现眼前呢? 时光倒流不止是一句话 就等HA带大家重临狮子山下,尋找这条村的故事 启程村位于九龙城启德发展1A区 即是以前启德机场的位置 机场搬走了,启程村就在2013年落成 一共有六栋住宅大厦提供5200个单位 住户大约有12200人 启程村建于启德机场的原址 我们的建筑设计团队是公共空间引入地方元素 村内游乐场都加入了各种机场相关的设计 而且屋村大楼每层电梯大堂 抹上飞机订风翼形状的梯形图案 连后楼梯的标记都是以飞机跑道做构图设计 每层大堂墙上都装有反映启德机场历史的流程指示牌 并且附有由吴邦牟先生提供的一幅启德机场的构照片 以前启德机场里面有一幅国际时区墙 虽然原本的时区墙已经拆了 但仿制品就在晴朗商场重现 设计上花了很多心思 讲到启程村最出名一定是这幅格仔山标志 格仔山是以前引领飞机的导航设施 启德机场独特的降落方式和特殊环境 令启德机场的1331跑道在国际上非常出名 当飞机飞到格仔山附近 机师就要将飞机转向 当中的操作非常考技术 令启德机场有世界十大危险机场之称 不少世界各地的机师认为 抵港时的急速回旋降落既有挑战性 也非常有美力 而村内儿童游乐场的游乐设施和楼梯 都以启德机场为主题 其中1331就是启德机场跑道的名 因为飞机升降的角度是136度 和316度 所以这个游乐场其实隐藏着旧机场密码 启程村这个地方 相信是不少香港人的美好回忆 大家经过启程村 不妨带小朋友一起探索一下 带他们认识香港的机场历史 对他人家的面对她的游乐场 是否有限达短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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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